Pumpkin Jack 正常囉 Pumpkin Jack Pulls RG Party 改一下 Pumpkin Jack Pumpkin Jack Pumpkin Jack Entertain 這一款 南瓜人動作遊戲,可以跳捏 Jump,空白鍵Jump 加個二段跳捏 可以跟鳥說話 原來如此 他要我們去尋找一個 怪物 然後把他解決掉 喝水 喝水是存檔 Double Jump 奇怪,怎麼沒有辦法抓邊邊 是只有有繩子的地方才能抓是不是 好像是動作闖關遊戲 不是靠怪物的那種 這個有點神秘 有鳥頭可以吃耶 新手教學有點長耶 感覺他也沒教我什麼東西啊 很基本的操作 按Shoot可以走路 喔唷閃 閃避 1可以閃避 Easy easy 啊啊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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按Q可以 Q可以叫小鳥攻擊 按Q攻擊 什麼東西在打我啊 餵子 我也開始普攻了耶 怎麼如此 我的鳥是有CD是不是 好像他要CD一陣子 開鎚 走這種 薩爾達風格的吧 怪物不會硬直耶 我剛剛是怎麼死出旋風斬的啊 是我打很多下就可以旋風斬的吧 苦攻很多下就可以旋風斬 畫面還蠻晃的 他的視角會晃一下晃一下 也有點像海綿寶寶那種感覺耶 喔 鳥頭 為什麼不能撿起來 喔 還有怪喔 第二個鳥頭 喝水 浮滿 這一款看畫面是還行啊 這種遊戲就看他BOSS做的怎麼樣吧 像海綿寶寶那一款BOSS真的有點太簡單啊 捷克武士喔 捷克武士喔 捷克武士感覺有點廢欸 嗯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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帶狼大冒險好像也出重製版了 沒去玩 總覺得那種重製版的難度有點太低了 要怎麼打BOSS咧 又死 哈哈哈哈 把自己的頭給打掉咧 啥狀況 要用自己的頭來闖關咧 這 幹啥 吹箱子啊 喔~~ 啟動! 嗯 可能是這樣 這隻怎麼那麼難控制啊 殭屍賽跑的頭比較好控制耶 Open Season 看一下試玩版 應該差不多出boss吧 這試玩版只有一局的話 應該是差不多了 小老鼠 小老鼠給我過來 大惡魔 這老鼠是無限出的耶 要把他的槽打掉耶 發射 好爽喔 拆圖騰 又拆一個 又一堆死老鼠來了 旋風斬 要是可以隨時隨地使出旋風斬就好了 抓捏 然後 抓捏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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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攝影 快快去 就已經借了 發長了 和聲音 喔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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fire 甭死 性死 雷特 誒 我知道 我知道 他說火會燒啦 被我碰到就會燒起來啊 看來 還是要走這個上面 被火燒就會燙 New Check Point 這個箱子還會掉補品 就是他的迴避按鍵其實設定的有點奇怪 按1迴避 骷髏被燒不會死 我被燒也幾乎是沒死 你必須趕快跑啊 Jack RUN!Jack RUN! 還要跑酷環節 阿兜阿最愛玩的動作冒險 蠻easy的 阿兜阿做的都差不多這種類型 可愛風格 難度又不會太高 這種就是給大人玩的 小朋友就是要難一點 唉唷我哩 噔噔噔噔噔噔 對啊這動作是給老玩家玩的 太難就玩不了了 海綿寶寶也差不多像這樣吧 海綿寶寶寶 海綿寶寶 帶阿 還會實際玩的那個卡 他的 Bro 捷克武士也這樣 哦! Boss來了 好來看看 boss susceptible 有啦 喔 唉唷 這個boss那是有一點痛耶 嗚呼呼 跟我下來 算是值得一戰嗎 轉轉轉 看來他就差不多這樣啦 欸!解決!屌打boss 王國之星也這種風格 拿到武器了 大連刀 試玩版結束 還可以吧 不錯 下面一款 下面試試這一款 subjective 判定